4.3.2.1 又講國 可以了嗎? 現在是國得的嗎?很國的嗎? 可以了嗎? 可以了 我有理由相信政府現在在國歌法成立 它是有一個新的建議的 而聶德權亦四位約立法會議員 我想是很明顯游說 他都有約我但未約到 政府建議在國歌法裡面 將會明文規定 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就職的時候 會播國歌的 如果純粹講技術上 應該沒有什麼大不了 因為馬場都有播國歌的 在立法會為什麼不可以播國歌呢? 但是忽然間是 加諸一重手續上去 這個是有少少令人覺得 政府是想發出一個很重的信息 就是香港我們講一國兩制 它是想提醒你一國先行 這個對我們來說 我自己個人起碼覺得是一種政治上的施壓 一種威嚇來的 所以我不理解為什麼政府在施政層面 與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們現在是剛剛相反來做的 與其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包括昨天公民廣場那裏 我真的沒有預計政府行政署會去上訴 現在政府是自己一路在政治手段當中 是一路加上去的 由DQ朱凱迪不准選村長 一路到一地兩檢 他自己加就可以 那我們上訴 但公民廣場是民主派勝訴的 他又要去上訴 現在在國歌法這裏再加多一重 你說香港人不吃力就假 然後你說的行政立法關係非常和諧 我是強烈質疑這一點 你說我們主派在國歌 即是議章宣誓的時候 國歌這件事有沒有什麼流程 或者他可能怎樣去約見了部分人 你們有沒有表達你們的反復 我理解聶德權似乎或者 這個我不是百分百清楚 他似乎是先見建制派的 然後消息廣為流傳 我自己他未見 而我的理解 我也未聽聞有民主派的議員成功 和他一起見過 所以我都未特別談 但關於國歌法 我們民主派會議之前略略談過 基本上原則上是不反對 因為香港政府是有權也有責任 要為國歌法立法 視乎內容是怎樣 本來他一路拿出來 那套內容大家都覺得是上可 有些爭取的地方 譬如去到什麼地步 層面 程度等等 那類的一些爭取 但現在你忽然間加多一條 我會認為是非常負爭議的條文上去 我就真的覺得我們要再重場計議 我想問你我會有你的評論 我會一答對你 有個評論的題目 有一個評論的公式 當中的公式公司 當中朋友有任何中間的公式公司 你們有被承受到公式公司 可以提供的公式公司 我會承受到公式公司 我提供出了 任何通過公式公司 而來公式公司 可能是一個公式公司 現在較為公式公司 because I asked, I queried some of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and nobody actually denied that to me now to me, this is a new thing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anthem law we thought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made clear its proposal its sort of detailed thinking on this particular law but now there's this new proposed article I don't know, the provision saying that we need to have the national anthem as the background for oath-taking to me, this is quite unnecessary one, they are trying to stress that in Hong Kong, we talk abou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ut remember, it's always one country that comes first and two, don't we always say if it'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so obviously they think this oath-taking session has been broken and they need to fix it by using this sign I would call it this sign of political suppression to coerce, I don't know, to remind using a more neutral term legislators elected to behave themselves at that particular right perfect chlossian thank you thank you you